我要讲了是吗 各位现象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刊编辑谢一鸣 欢迎大家一起分享 2019年的文字现象发布会和直播 座谈的直播 也欢迎大家待会留言 因为今年改成直播的方式 最主要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过文文也把它当成一个新的尝试 而且也是五周年的一个礼物 所以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 发布会变得很简单 所以就是由我来宣布说 2019年的文字现象正式发布 谢谢大家 现在就我们进入正式的座谈时段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 新加坡华文文学 从文字现象看 新加坡华文文学 我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 嘉宾的脸 嘉宾的脸 好 我五位嘉宾在中间的 杜南华先生 他是2015年的主编 南华灰黑手 杜南华先生 接着呢 是2016年的柯斯仁老师 柯老师 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 接下来是 再下来是西尼尔 西尼尔是2017年的主编 西尼尔 然后西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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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系现任的系主任 也是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华语馆馆长 他是诗人也是学者 他著有诗集流线 当然他也出版了很多历史的著作和学术论文 所以我们先请刘老师说一说 他对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些看法跟意见 刘老师请 感谢文艺诚的主编 在这里呢 也跟其他的主编问好 杜兰发 西尼尔 克斯仁 大家好 还有这个电脑前面的 手机前面的读者 观众 大家好 那首先就谈一谈这个作为一个主编的感受吧 那我想呢 过去的整整的一年当中 应该是12个月 可能是13个月 因为2019年这个我必须要看这个文艺诚才能够担任这个主编的这个任务 然后到了今年的医院呢 我就开始写这个序 所以呢 是被管住了 有两种被管住 当然这两种的被管住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被管住 那被管住的第一个被管住呢 是在2019年1月到12月的时候 每一次 每一期的这个文艺诚 我都必须要看 必须要去阅读 然后每一个月 都有一个总结 我有收集这个文艺诚 然后一个月的话 就看一次 到了12月的时候呢 重新再看一次 然后就选作品 然后呢 就写序 所以这个是一个被管住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还是挺好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我要讲的第二种被管住有关 因为呢 他不仅是要阅读这个文艺诚的作品 那你也要选 然后也要去分析 也要去加以这个研究 所以呢 这个也是某一种方式 管住了我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个被管住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是研究这个华人 然后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华人作为一个族群 怎么通过他的文字 还有他的那个作品来展现他们的这个观环面 所以我在编这一本 这个2019年的这个文艺诚 还有这个文字现象的时候呢 我给我自己呢 立下两个主题 这两个主题呢 是主编的一个角度 第一个呢 就是要看 在过去一年 这个2019年 这些出现在文艺诚的作者 他们投来的这些作品 发表以后到底是展现了什么样的观环面 这个是第一个角度 然后第二个呢 他有展现怎么样子的一个文学的标杆 文学的水平 这个也是我关心的 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个2019年的文字现象 我就分成四个集 四个部分来去把作品下以分类 第一个呢是这个五四和新华 第二个呢是这个地景与边迁 第三个呢是生命与感悟 然后第四个呢是记忆与实践 那这个四个部分结合起来 我想呢 跟我原先编的那个初衷 其实是达到的 那我想呢 刚好在去年 那个新加坡华文的新文学 是有100年的这个历史 然后呢 到了100年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个观环面是什么 从观环面当中 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主体线 然后还有这个文学的标杆 它的这个水平到哪里 那我觉得我所编的这个文字线下 这两个目的呢 都是能够达到某一个程度的 这一个这个表现吧 所以我上次讲到这里啊 因为要把时间留给这个 四个其他的主编 然后在那个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互相的这个讨论 好 谢谢尤老师开心的被关注 所以也希望那个什么 其他四位主编也同样的感受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那个 杜南发先生发言 南发是作家 诗人也是书画 奸赏家 他在80代的时候 主编南洋三报的佛雕与文灵 那个影响面很广 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 新加坡80年代 新加坡是 晚报和新加坡的宠头总编辑 南发早先的时候是写诗跟写 还有就访问大量的台湾跟香港的那些华文作家 所以他早年的诗 他也早年也写诗 所以他诗里面最多出现的 我留意到的就是水 他后期的作品呢 就有短文集 古诗温泉 书画评论 美的足迹 还有个案看山 不过他现在主要是从事历史与文化写作 所以南发请 谢谢一鸣 一鸣给我带了很多高帽子 不过这些都是接网易 过去的事情 就像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鸣给我们的主题 今天我们是听命行事 他给我们的主题是从2019文艺现象 看这个新华文学 那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听命于一鸣 从这个主题的角度来看看今天的讲题 那么因为作为主编 每个主编都有不同的这个经验跟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想这部分暂时不提 不过呢 从这五本书到目前为止出了五本这个文字现象来看的话 多少可以看出一些有关新华文学的端倪 不过先简单的集中谈这五本书 五本文选的这个情况 首先呢 这五本文选呢 的编选方式呢 大致有两类 就像林康兄所说的 就是我编的第一本 2015年文字现象 和这个新尼二编的第二本 2016年的文字现象 基本上主要还是依循团统的分法 就是根据文类来分 那后来的这个林康兄呢 还有这个 柯斯仁兄 还有鱼鱼飘等等 他们这三本呢 都是基本上是以一个主题的方式来划分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简单来说 文集的分法 有文体类的 用文体来分类 另外的三本 基本上是以主题来分类 同一个主题里面 它就结合了各种不同的文体 所以从这两种分类法来讲 你可以看到 这个文学的分类 实际上是多元的 同样的道理 也可以反映出 新华文学的观察 也可以是多元的 因为除了文学的本质是多元之外 新华文学的表现 实际上也是多元的 这个多元的表现 实际上显示一个特质 就是这一个文学 还在眼镜之中 还在眼镜之中 就在不断地演变 因为是不断地演变 可以有多元的变化 也可以有多角度的观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没有对错 因为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 实际上是新华文学的 一个面向 一个面向 是因为既然在 是在眼镜中的一个形式 眼镜中的一个文学 所以这种每一本文集 实际上就如科斯仁兄所说的 都是文学 一场文学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驿站 或者说文学阅读里程中的一个驿站 那作为一个驿站来说呢 就是可以停下来的一个车站 那停下来车站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人家可以歇个脚 除了歇个脚 休息一下 准备重新出发之外呢 更重要的驿站的意义就是 它是一个 第一 它是一个转弯站的风行 第二呢 它可以让旅人 旅人在旅途中的人 可以停下来 看一看 回顾一下过去的历程 同样的也可以前瞻 未来的一个走向 那更重要的是 也可以站在当下 看看驿站周围的风景 换句话说 作为一个驿站的驻驻 可以看过去 回顾过去 可以设想未来 也可以 更重要的是 可以看一看 当下的风景 就是驿站周围的风景 所以从这个驿站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每一个驿站 实际上都代表了 不同位置的一个风景 因为每个驿站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里程可能方向是一样 也可能是方向是不同 不过呢 每一个驿站 本身都有它自己 独特的一个风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就可以从每一个驿站的角度 来看一看 这一路旅程 所看到的一些风景 我因为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一本一本的 一年一年 驻年的去分析 每一站的分析 虽然是可以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面的 时间会花费太长 而且每个人的分析 跟观点会不一样 就是所谓的多元观点 多元观察 所以我个人不想用 个人的观点 来赞助的这段时间 只要可以总结的 大概两个经验是 第一是作者的问题 这个作者的问题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呢 也可以说 其实也就是一个方面 因为主要就是作者的年龄 这方面呢 我们的主编 有帮我们做一个整理 帮我们做一个整理 就是第一次入选者 这个跟写作年龄 没有关系 是第一次入选这本书的 它从2015年开始 不过呢 我觉得2015年不算 就是我编的那一年不算 因为这一年是第一本 第一本的话 不管写作者的年龄 多长或者是短 每一个都是第一次入选 所以54个人次 只有 一共有54个人次 第一次入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第一选 第一次入选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来平息这个问题的话呢 第一次 2016年这一次 我觉得不应该计算 那实际上就可以 从2016年开始 到2019年 一共有四年 根据四年的统计呢 入选的人数呢 总共有 这个223人 那么第一次入选的 有81个人 平均来说呢 大概是 36个percent 也就是说占了 大概三分之一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2019年 一共有四年 根据四年的统计呢 入选的人数呢 总共有 这个223人 所以这是三次里面 这个第一次入选的 81个人里面呢 根据这个比例 这个是主编给我们 计算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呢 老年了呢 作者占了33% 中年的作者呢 占了49% 年轻的作者呢 占了18% 所以33% 49% 18% 从这个比例来说呢 绝大部分 在中年作者 绝大部分的作者 全是在 属于中年年级阶层的 那么 属于年轻阶层的呢 是属于 相对来讲 18% 就可以讲是20% 从20%的角度来讲 20%对40% 说 多少 也不算少 说多 当然不能说多 不过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 新华文学的作者 是越来越少 不对的 因为 年轻的作者比较少 年老的 年长的作者比较多 到年长的作者呢 相对的会 可能会比较少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现象 得出了一个结论是 这是一个正常的比例 这是一个蛮正常的比例 从这个正常比例来看的话呢 新华文学 实际上是蛮健康的 蛮健康的 不过呢 话说回来 我们就必须了解到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 大家都知道 新华文学 新加坡的这个 语文环境跟写作环境 对于华文写作 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 所以也可以说 这并不是一个 可以这样说 用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意思 形容来说 这个现象 严格说起来 事实上不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现象 对于很多国家的文坛而言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集中在中年作者 那么年轻作者 相对少一点 老的作者也会相对少一点 这是正常的比例 可是对新加坡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比例 并不是非常正常 而不是非常正常里面呢 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一个 还在继续流动中的文学 因为正常的情况 如果正常的比例来说呢 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写作的比例 必然是 会出现非常娴殊的现象 可是新加坡 新华文学出现的 写作者的比例 实际上是蛮正常的 就是两端比较低 中间比较高 这算是比较 健康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 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不是太正常的环境里面呢 它反而成为一个 非常特殊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呢 证明了 新华文学 有它的特殊性 有它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是我们需要重视 跟这个所谓的珍惜的 从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珍惜的一个现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是一个非常自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在理应 不是太表现太理想的一个 文字现象里面呢 会出现一个又很正常的现象 在这种情形呢 我觉得是从文学研究来看 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是很值得研究跟注意的 这也就是新华文学的特质 我想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 那么下来就听听各位主编的高见 然后等到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谈一谈 新华文学为什么有这个现象 还有未来新华文学的展望 会是怎么样 在这个前提之下 所以这方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各位了 谢谢 感谢南法的高见 所以因为近几年来 文化都在 南法都在写一些历史跟文化的那些作品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应该放下 这个文学的创作跟文学的评论 像刚才他提出了很多问题 他就真的就是应该继续研究下去 所以我们 我可以以一个编辑的身份证识跟你邀稿 而且他刚才有提到流动中的文学 一战的这些说法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接下来 又轮到了我们的柯老师 柯森老师是学者 也是作家 他在2012年到2014年是南大中文系的主任 所以他也是我的老板之一 因为那个期间我刚好在南大做出校作家 所以他 现在是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 他比较新的作品 赏文集就有舞台亮起 论述有戏剧百年 还有跟喜维玄老师主编的备忘录 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 种种还有其他的那些专注的 专注主题的研究 所以我们现在先请柯老师发言 谢谢 谢谢玉民 刚才南发讲得非常的透彻深刻 关于这整个新加坡华文文坛的这情况 写作的这个作者的分布的情形 我想起刚才他所遇到的一个意象 就是驿站 我在编文字现象的那一次 就用了一个旅途的一个意象 说这是一个旅途 然后我走了一整年 看了许多不同的风景 那现在到了一个驿站 停下来那可以下车走走看看 作为一些什么这个人情 有什么景观 这个驿站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 车子停了下了车 下了车之后发现到 进入了一个新冠疫情 疫情蔓延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是让我想起 一个法国爱尔兰作家 Samuel Beckert 贝克特所写过的一个剧本 叫做《等待活陀》 就讲到两个流浪汉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在那边等 等了很久 要等谁不知道 要等什么时候这个人会来 也不知道 结果这整个戏延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还是这个叫做果陀的人 完全没有出现 所以想说今天我们 在这个阻断措施 实行的过程当中 差不多以为要到了一个终点 以为说六月二号开始 就能够解除这个措施的限制 能够开始新生活 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要进入另外一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还有看起来是永无止境的第三阶段 遥遥无奇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阻断措施会得到一个解除 可以看到我们新的生活 一个所谓正常生活的一个出现 所以这种状态底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刻 跟在整百年前 贝克特所描述的 这个等待果陀的那个 不知什么时候 不知什么空间的一个十字路口上 还蛮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都在等 但是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不管是等车 车子会不会来 等人 人会不会出现 或者等疫情过去 这个疫情会不会 终于离我们远去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等待的这一刻 也许我们手上 如果有拿着一本书的话 也许这个书将是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的一个管道 所以这就是我想起 当我在编文字现象 以及在现场的诸位主编 在编这个文字现象 这本书的时候 也许跟我现在的一个感觉 有一种类似 那就是我们在编这本书 这是我当年编的 文字现象 2016年 当我们在编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 这本书会到谁的手上 谁是读者 这个读者会在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觉得说需要把这本书拿出来 那翻开这本书 看到了些什么内容 看到了哪一些作品 看到哪一些作家 在这一本书里面出现 那这一些作品 跟这一作家 又会给他带来一种 在心灵上 在思想上的一种 怎么样的启示 是不是能够使到 他能够暂时忘记 这个不知什么时候 会结束的这个疫情 这种空洞感 这种茫然感 所以书本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这个时候 也许你寄情于看电视剧 看YouTube 看网路上的直播 看各种各样的节目 但是书本应该也是你其中 可以想到在这个状态底下 能够拿起来 能够打开翻阅的一个对象 所以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当我们在做主编 在编一本书 在看一整年的文艺城的作品的时候 不只是在面对作者 也不只是在看说哪一些作者 哪一些作品是我们所心仪的 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声音 是一个值得我们保存 收集 流传 阅读的一些文字 我们同时也应该要想到说 作者这个层面 谁是我们的作者 我们的作者想要看什么东西 我们的作者能够看什么东西 我们的作者看了我们所选的 这一个文集之后 他能够从这个文集里面 得到怎么样的收获 所以其实我今天本来有准备一些东西 想要谈的 不过可能这一个阶段 我就先以文字现象这本书作为一个焦点 也先谈一谈说 这本书作为一个关注的焦点的话 也往往我们会把这个注意力 放在作者这个层面 但是我也希望说能够提醒 不管是编辑或者是读者 读者这个层面 要怎么样也被我们所看到 然后把作者跟读者放在一起 同时关注到这两个层面 那使到这整个文学 作为一种文化生产 它变得有意义 它能够持续 它能够推广 我就先收到这边 育民你的麦没有开 听不到 OK 好 开了 先卖开了 所以感谢世人刚才提出 作者跟读者 持续的讨论 所以如果我们等一下 有时间 或者大家现在有想要补充 或者增进意见的话 都可以 没有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请 请希尼尔来谈一谈 希尼尔是新加坡作家 学会荣誉会会长 也是世界华文维行小说 研究会副会长 他之前 也是新加坡作家学会的会长 太多会搞乱 所以他曾经获得 新加坡文化奖 也可以 也得过东南亚文学奖 比较新的作品 有维行小说 练练佛城 希尼尔请 谢谢伊林 我先回应一下 南发刚才提到 那个五年作址的表格 除了第一年就是说 第一次录行的作址不算之外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 四年里面 作址是递减的 第一年大概是从50% 慢慢递减到30%到20% 所以刚才南发的 所谓的comment是说 这个是正常现象 我本身蛮同意的 你想象如果来到2019年 第一次录行的作址是零的话 是什么现象的 所以我想其实我还是回去看一下 那些比较多那些作者 陆写作者五篇以上 四篇以上的作者 因为你有提供一下那些作者名单 其实我发现陆写四篇到五篇以上的作者 基本上老中青都有 所以我想也不是一个坏现象 比如说比较自身作家 有林高 南发 震雷 比较年轻作家 有梁海滨 之类 周浩 孤星子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现象 看起来是蛮健康的 到目前为止 我也可以谈谈一下 我目前 我之前编了2017年的文写的一些心得 我在那一年总共有103期的文艺程 我总共发表作品大概有372篇左右 我最后录选成为文写里面的文章有66篇 官家说大概是17%左右 我回去看一下2015年跟201718年的 录写的这个 这个百分比 就录写定 除了南发那一年的录写定是20%之外呢 其他三年都是17%左右 官家说 每五篇发表在这个文艺程上面的那些作品呢 其实就一篇才能够说在这个文记里面的 所以这本文记的淘汰率是蛮这样的 那么我看到另一种现象是说 我总结过去四年里面 因为第五年2019我们也没有相关资料 其实我们文艺程的诗作者蛮多的 在百分之六十三 就是六成左右 那么赏文的作者 赏文篇数的那个作品就蛮滚定的 过去五年或四年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两成 那么小说包括微信小说 大概是百分之十五左右 所以诗歌的作品发表的蛮多 可是他收录在这个文记里面 文写里面的话 大概占了百分之十左右 就是说每十篇的诗歌里面呢 其实只有一篇文章 是能够录写在我们的写记里面 所以这个所谓诗歌很多的现象 是好现象还是不好呢 可能我们接下来可以谈一下 不过我的感觉是我们的诗作者好像太多了 我记得我编写那一年 就是2017年 其实总共有六个四个专辑 平均每两个有个专辑 我相信这个是因为做文艺程编辑的 那个收稿量蛮多的 那么再回到 我编写的这个当时的一种想法 其实我们作为主编 那一年主编 或其他人的主编 最大困扰是 好的作品太多了 变成我们很有的 选择上一些障碍 那么我其实作为这个主编 尝试从外部的一些文学经营呢 想来寻找内在文学的一些触动 或者是灵光 其实我在阅读那一年的作品 大概阅读了六个页左右了 有个营业的主题 就叫做本体文化的探索 记忆的一个重塑就出现了 即便我读完整年的作品之后 这个主旨基本上没有改变 所以我的一个 当时我一个好处是 我前面有两个范本 一个是南法主编的 2015年的那个文字现象 一个是科生的主编的 他没有各自的特色 刚才南法提过 就是他那本 只要是以文体文类为 作为一个来偏盘 而科生只要是以那个主题 或者是题材来分类 所以我面对一个选择 就是应该怎么做 刚才我提到说 我们文内年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导理探索 记忆重现 我是否需要再重新 把它细分一个小主题呢 当时我就在考虑到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那一年的一个亮点 就是小说探索 那年发表了蛮多这些小说 我计算一下大概有34篇 平均每一个月发表3篇 那么在2027年8月之后 其实《文城编辑》也推出一系列的 小说的探索 发表联系10篇的作品 所以变成 我也许就把这个小说 当作那一面重点亮点来放 所以就以文类来做篇排 希望能够集中的表现出 突出这个小说 其实小说蛮多精品在里面 所以变成我们在写这时候 也最后我只是写出 从30多片里面 写出大概10篇作品出来 所以这是我当时 作为一个编者的一个 很挣扎现象 我想起30年前 台湾文化人张洪志 他在编写这个年度 短篇小说期的时候 的心情是一样的 他说在层层速播里面 以借降的挣扎之间 缴交出一篇文显的名单 我记得我第一次 把名单交给一名书 我写108篇左右 所以那时候一名书 如果你想边上下车的话 也许可以 不然的话请砍办的意思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先入这个天人交战的做法 我在看林刚的那个戏友里面 他也是面对相类似的一些 所谓的面对写则上的一些困扰 所以我相信其他的编者也许有吧 我再谈多一点 其实我总结过去四年里面 从2015到2018年的 这个文艺层发表的这些作品的类别 2019因为我没有资料 所以变成了 无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总体来说诗歌的路线 百分之65 散文蛮稳定的 百分之20 小说包括微信说 大概百分之15 其他就是一些翻译作品跟评论 所以诗歌人就是一个 主要发表的能够提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许之后我们看 我看我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为止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希尼尔的数据轰炸 他谈了很多数据的东西 包括就是说文艺层的作品 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收入选举里面 然后 发表的作品 诗歌占60% 散文20% 小说15% 所以为什么 其实新加坡的诗歌 或者诗人太多 一直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 一个面对的一个现象 好坏 我们可以 就真的就可以再讨论 还有他有提到说 他编的那年 有六个诗歌传记 真的 作为一个编辑 当你没有办法消化 太多的稿件 因为一个礼拜 只有两个两天 但是一个礼拜 只有两天 对什么 对现代报纸来讲 已经是非常奢侈的 所以为了消化这些稿件 因为你不可能要一篇稿 把别人那篇稿压了半年 还不发表 所以只好不断地推出 诗歌的专辑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众主编 像我们这种 什么 我算是文选的责任编辑 这个开炮的就是 炮轰 这个责任编辑的就是 因为好的作品太多 然后无法容纳 但是我 对这也是 一直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在问说 到底文选要多厚 才不会给他觉得太过臃肿 然后阅读上很不方便 所以后来大概 因为南发那一年是开始 所以就 就什么 就非常的 实验性的性质 所以再慢慢地经过了 那个私人的阶段 然后来到西米尔 所以大概就可以 我们大概 大概就是 50篇的作品 50篇上下 因为到了 那个 俊豪的时候 就今年只有49篇而已 所以大概是50篇上下 然后呢 就是 最多 每个作者大概就是 一篇 一篇作品 这个样子 所以 暂时就在 在这个阶段 或者看 五年过后 有什么 有什么 转变 或者什么 转机 不过 应该 应该是 我们暂时会保持 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厚度 因为厚度 其实 当你在阅读上的效果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编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进了 真的可以编三本 四本 都OK 但也没有那个什么 也没有那个意义了 所以 接着下来 我想去 那个2018年主编林康 来谈一下 他对今天主题的看法 林康呢 是小说家 也是诗人 他从60年代末 就开始写作 而且在70年代 也编了文学 刊路 崩流 笔端 还有 他也曾经为亚洲周刊 撰写书评 他比较新的诗集是 反家 诗超 有学有类的 好 林康奇 谢谢于您 大家好 刚才这个 男发老师 正常的现象,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从作家的年龄层看,其实有一个一直让我感动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1984年,传统的这个华校基本上就不再存在,那么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新华文学作家群来看的话,那么我过去一度比较注意,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年龄层, 包括在我们不再有传统华校之后,我们的华文文学作家,每一个世代都没有学习,每一个世代都没有出现断层的那个现象。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文字现象,这个文艺城复刊的这个年龄文学,那么五年下来,这个年龄文学给我一个最大的这个印象就是, 他的确做到了这个每一年都用不同的风格来出现。 在南发的那个系里面说到这个跟这个玉民的一些讨论,那么玉民基本上是这个只负责这个策划,那么基本上找到谁来负责那年的这个编务, 他基本上都不会去做什么干预。我想这个其实是形成这个五年来,我们有五个这个风格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主要原因。 那么你要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风格,当然很不好说清楚,或者像南发说的那样,然后你看到的不见得是别人会同意的,不过我简单的就是做这样的概括,这个是我在序里面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2015年,南发的那一年,他偏好抄情,那么这个抄情是根据他的话,涵盖了个人的情思和宝大感情叙事。 那么2016年,那么2016年,科斯人老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产生的那个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的脉络。 那么西尼尼面所, donc Susan Gia, más dreams,是的。 那么西尼尔,释重的是,杜尼尔沙胸tor的主要呢,那么西尼尔 순斜的那一年, 西尼尔黜尔棜尔碴唯一,岔天尔,沙尔棘尔率也涝背后,刘谈那一年, 我那一年,我聚教的是遍利的文体,跨界徘徊。 那么到今年 郡豪老师审视的是 百年善变以后的 现代的景观 那么我想 一个举止风格的形成 一方面它当然反映了 那年负责编误的人的 文学品位和审美形象 那么不过 在那年里头 文玉成 能先后到底发表过 什么样的作品 那么肯定才是 决定那一年的 这个年度文选 最后能够以 什么样的 文字现象作为重点 这个才是决定性的 这个因素 那么 所以其实 这个大家刚才也说过了 年度文卷最后会用什么面貌 来出现 站出来 那么其实它带着很 很大的这个随机性 它不是事先可以预设的 你必须 这个 在 那年大量的作品里面 埋头一段时间 慢慢理出头绪以后 那么 那么整个编辑的方针 才可能 产生 你才可能 这个有一些想法 那么 用 用做饭来 比喻的话 比如说 你能够拿到什么食材 才能够决定最后 你会做出什么菜色 那么 在知道你 能够拿到什么材料以前 各种设想都 最后都会是 只是空想 那么都不能 不可能靠谷 那么 可是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同样的那些材料 由 不同的人 来 掌勺的话 那么最后 烧出来的菜 肯定也不一样 它可能 是 月菜 它可能是 可能是 偏甜的哲菜 可能是 这个麻辣的酸菜 那么 所以 我 最大的 这个 做这个年度文献编编辑的一个感受是 每一年的这个编写 基本上 有一点像是 这个 一次二度的创作 或者是二度写作 不同的编剧 每一年在做的 大概都是这么样一回事 那么 如果你把整本书 把年度文献 整本书 连同收集在 集团里头的作品 和这个书前的序 上成一个整体来看 那么有个 有的人做出来的 比较 我的感觉 比较像是 他用 集团里面的那些作品 做出来的 另外的 一种另类的 这个创作成品 那么也有人把它做成一部文集 一部文论集 那么集团里面的个别的作品 都是构成 论序的那个立正 一个应该强调的地方 就是自己看见的光点 看见的 而你没有看见的 注意到的 而且可以串 对起来的光点 而你没有注意到 或者没有办法 沿着自己原来设想 串对起来的光点 那么 对 我说这些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文学的审美 和文学的判断 和编选人的这个品位 素养 涉猎 经历 偏好等等 都有关系 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 何况这里面 还有一个 他能不能纳入 你原来设定的 这个编辑方针的这个问题 所以每一个年度的文选 我觉得 都要 前面都要加一个前队 就是 他就是 边选的人 看见的 一年来 文艺城里头的 这个文字现象 重点是 边选人 眼里看到 那么在 要求多元 去前威 讲究对话的 当下 我们这个时代 我想这一点认识 相当重要 那么就好像 文艺城 它不可能是 新华文学的全貌一样 那么年度文选 文字现象 它也不可能是 文艺城的 这个全貌 那么 说到这个 编辑 这个年度文选 到底用这个 文体来分类 或者用这个题材 主题来分类 那么 我简单的 所以 选自己的 这个发现 那么我们先说文体 其实 我们现在 习惯的 这个文体分类 它也不是 从来如此 一贯如此 一成不变的东西 比如说 早期 不管是东方 或者西方 其实 好像都 只有很概括的 两分法 两种分法 就把它分成 英文 或者非英文 或者叫散文 那么 或者 这个西方的话 把它分成 这个prose 或者poetry 那么再譬如 法文里面的 e say 和英文里面的 ex say 那么它指的 到底是我们 这里 在谈的 文学性的散文 水笔 或者是原来 这个字眼所指的 这个小论文 那么 华文也同样 有这个问题 同样 不远禁 同样的 这个混乱 比如说古代的笔记 你拿到 现在 它对应的 应该是 小说 或者 应该是散文 或者甚至是 短短的杂句 那么 这个是说 你按这个文学分类 如果是 按题材的话呢 那么 说到题材 我就想到 围绕着文学 曾经有过的 相当热闹的讨论 就是你到底 文学创作 文学作品 是 内容比较重要 还是形式比较重要 内容是第一位 还是形式第一位 那么或者 其实也就是关于 你要写什么 和怎么样写的这个问题 那么 如果按这个题材来分类 那么 从文学的这个编辑上 它似乎 看起来多了一层 这个梳理的这个严谨 可是 在这个同时 它就是也带来了一个疑问 你到底 这么做法 会不会限缩了 其他人 在阅读的时候 应该享有的 这个想象的空间 那么或者 另外一个余例是 你 按这个题材 按内容来 这个 突出 发分 那么 是不是反而跑到 文学比较外层的 这个 来看问题 这一类 我先 说到这里 那么 看等一下 有什么 可以展开讨论 谢谢 感谢林芳 抛出了好多问题 所以正适合 我们等一下 接着下来 就可以讨论 不过我蛮 同意林芳的 林康的说法 说 主编们在 编辑 一本文选的时候 它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创作 所以到最后 成书的时候 呈现在 大读者面前的 是 又是 主编们的作品 因为它整个 它应用的 所有的文章 构思成 它 所要表达的 表达的 那个主题出来 所以 我很同意 这个 林康所说的 其实就是 再度的创作 另外 其实 主编们也 没有什么机会 溢色 所有的主题 真的是 就是 感觉就像那种 现在电视上流行的 厨师们 现场 那个 什么 那个厨艺比赛 这样 所有的 考题 就到了 几乎要到 至少到 9个月 第10个月 才可以看出 一个 脉络 所以 我们借着 就 开始 今天的 讨论 时间 如果 线上的朋友们 有意见的话 或者 有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提出 所以刚才 林康 提出了 蛮多的问题 包括 风格 等等 所以 尤老师 你是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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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可以回应呢 你要不要 on一下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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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是 这个 肯定要 回应 这个 林康老师 所谈到的 这个 主编 的 任务 还有他的这个美学 当然会影响到一个文选 或者是选集的那个行程 还有他的内容 那这边的话 不得不感谢这个 谢雨铭 谢雨铭呢 在 说 来找我 我相信在找其他的主编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他说 这个 你到底要怎么选 那个标准要放在哪里 以及你选什么的时候呢 他都说 你说了算 那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最宽容的一个 一个委任吧 就是委任我们作为主编 所以在这边呢 我要特地去感谢 这个 这个 谢雨铭 作为文艺诚的主编 来选择这个文字现象的 这个主编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宽容 是 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好的 是因为 他必须要有一个机会 让 某一些 在这个文学研究 以及文学观察的某一些人 有机会 去 入手 这样的一个文学的 选择的时候呢 他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立场 或者是自己的一套美学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标准 比如说我现在 我这里有一本 美国2017年的这个最佳的这个诗歌 的这个编选 我看啊 我来调一下这个角度 你看到下面的话 有那个Series Editor 它是David Lemon 然后呢 有那个Gas Editor Latasha Tread 所以这个 这种排法跟那个文字线下的那个排法是一样的 他有个总编辑 然后每一次的这个选集的时候呢 他会去选主编 然后在选主编的时候呢 这个就取决于说这个系列的这个主编 跟那个选集的主编 他有怎么样子的一个互动 这本这本选集的时候呢 这个选集 这个选集 的那个主编 他在选的时候呢 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讲的一段话 我其实是蛮感动的 他说 他要选怎么样的诗歌 入选当年的这个美国的GJ的这个诗歌选的时候呢 他就回想起他以前很小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呢 就介绍那个诗歌 让他阅读 他爸爸妈妈的意思呢 就是说 诗歌能够让你知道 怎么去认知这个复杂的这个世界 然后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然后到了现在 他要编选这个诗选的时候呢 他说他也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选他的诗 他怎么选呢 他说现在我们的世界 比以前 以前他小的时候 或者是他爸爸以前的那个年代 那就更加复杂多了 所以他选择这个诗歌的时候呢 就选那些 能够让我们去面对 这个复杂的一些复杂的世界的作品 以及让我们知道 怎么跟这个世界相处的这个诗歌 所以这个就回到这个文学的功能 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看待 那后来他编了这本书 这本诗歌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编的很成功 看了这么多本的这个美国的十个年度诗选的时候 这个是其中一个 编的最清楚的 最有最有最能够代表某一种角度的 那个那个诗选 那我觉得这个是 是系列的组编 跟那个选机的那个组编 互动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吧 那我这一次编的这个 这个诗选的话呢 其实这个域名 给我也是这个很宽容的一个角度 当然他也不完全 他说你不能选超过50篇 这个对我来讲的话 这个是首先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因为后来我选了很多的这个评论 因为他有这个五四以星华的 这一个专辑里面的每一篇的这个评论 都字数很长 然后呢过去一年的这个作品当中 小说的呢也很多 好的小说也很多 所以就占去了这个很大的这个篇幅 倒不是说诗要选得多 而是到后来就说 你在这个六百页的这一本选机当中 你到底要怎么取舍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你的这个美学 你的立场 你的这个角度 到后来你就要考虑到说 因为你说的不能超过这个五十篇 到后来你还要再考虑说 他也能超过六百页 所以这个这个主编的编务 还有他的这个美学 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限制吧 但是在美学的这个方面 非常感谢这个谢一鸣给我的一个宽容 好我请讲到这里 好谢谢俊涛提他也提出了蛮多的那个意见 不过作为一个责任编辑 我非常喜欢那个俊涛讲的 我说我讲的你说的算了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所以并不是说不要干 所以刚才提到说 因为我们就是刚正如我刚才提到的 就必须考虑到那个一本书的阅读感 然后还有这些书本本身的厚度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有谈过 就保持在就是现在我们都保持在 三百三十三十多页 就是因为书本三十二开 它有一定的那个对折 所以出来三百三十多页 所以我们觉得那样的厚度是恰恰好 而恰恰好它的那个作者的人数 大概就是在五十上下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跟 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跟主编们说 等到要选的时候才提醒他们说 因为我们各方面的限制 然后就最好能够选在五十篇的上下 那五十篇的上下最好是每个作者都一篇 因为如果每个其他作者多一篇的话 那其他另外一个作者可能就失去那个机会 所以这算是一个美丽的遗憾吧 所以接着下来还有谁 有要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是人如何是人 南方要说什么 好那我们就让 先请是人嘛 先请是人嘛 您点名是人了 就点名行为是人兄 OK我的麦开了 对开了 其实我也是听了各位的讲法 有一些就从一个编者的角度来说 有一些想法跟感受 就像刚才各位所说的 每一个主编都有自己一种风格 都有自己一种一种理念 用一种很个人的一个角度去 包括个人的一种审美 跟这个偏好去做这个选择 所以选出来的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集 当然也就可以看得出一个编者 的一种个人的风格 跟个人的一个口味 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五个不同的主编 这五个主编 这就都是由谢玉民决定的嘛 对不对 玉民决定说那一年 要邀请哪一位 那现在我自己不说我自己啦 那我们所看到的其他的思维 都是很有才能 很有想法 也很有经验的这个编辑 那也许接下来我们 我个人希望说能够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主编的邀请 跟选择上能够更多元化一点 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 不管是社会背景 这个专业背景 或者是性别 好像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里 视频上都是男士 有发现少了一点女性的那种温柔柔和 或者是跟男性很不一样的一种 这个文学的品位 或者看事情 看世界的一种感受方式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不只是从一个 这个文化社会背景 经济背景 性别 等等各个不同的层面 那我希望说如果我能够给 郁敏一点意见的话 希望说接下来 在这个编辑的选择上 能够更丰富 更多元化 也可以从不同的编辑的选择 跟这个作品 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 所看到的这个成品 可以看到新加坡 华文文学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视角 去看待跟去呈现的 好 记者这么多 好 谢谢 在南方还没有说之前 我先回应一下 四人提的 所以其实 文学的主编 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我们其实 内部其实有一个小组 经过讨讨论之后 大家觉得OK 我才开始去找 那我找的时候 有时候未必人家会同意 然后我们就只好再另外再去找 所以我们都试过了各个的 我们也试过去开拓各个不同的 那个领域跟方向 但是还是 热后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还有就是 四人 肯定的 2020年的主编是一位女性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找一位女性 终于那位女性答应了 OK 还有就是 我想说 很多时候你找一个人来编 他我们必须照顾到 就是说这个人的稳定性 而且还有就是 到时间到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出版 而且是不是有能力 去写那一篇剧 那篇剧本上就是代表 代表一整年的 那个文艺城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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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就是一个文字的 文艺城的文字现象 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这方面 因为有能力 有能力是一回事 还有其他 还有你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 所以我们最怕担心的是 到时候赶不上出版热情 那就会会会误事的 所以不我们还是会尽量的开拓 另一个就是开拓更多的来源 所以好 接下来请南发发言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都谈到了 这个主编影响选集 或者说选集受主编影响的问题 我觉得事实上 这样听起来好像主编很伟大 事实上并不如此 因为主编也受影响 受什么影响呢 这些监督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是受文艺城主编的 编辑的作品的制约 因为我们所挑选的作品 都局限在文艺城一年的收集作品里面 所刊登的作品里面 而文艺城的作品 当然它并不能够代表 全部新华文学的全貌 不过它代表了新华文学的 部份的主要部分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毕竟是由文艺城的主编 所编写出来 所刊登的作品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作品的局限之内 文艺城主编的 或者说可以形容 在文艺城主编所画出来的圈圈里面 去做挑选 所以实际上是受制约的 所以我们也受文艺城主编的影响 第二个受影响的 实际上是受作品的影响 因为这个作品刊登在文艺城里面 已经经过主编的 所以经过转久 它一定的水准或者是标准 我们也受标杆或者水准的制约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作品 都必须在标杆里面去做衡量 我们并不能说在文艺城之外 再推荐一篇作品进来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因素都是受制约的因素 所以一部选集 实际上是多重因素的影响 主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过不是绝对因素 我想这是第一点 那这个情形 实际上就跟写作品的作者之间 彼此是互相制约的 彼此是互相制约 所以同样的这个情形 这个就像这个斯仁兄刚才所说的 这个希望看到作品和作者之间的互动 而这个互动呢 实际上在所有的作品都必然会自然的产生 无论在开始写创作的阶段 或者是创作完成的阶段 尤其是创作完成的阶段 必然发生作者与 读者之间的互动 无论这个互动看的就能发生 当然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作品的销路 作品的反应 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互动 那在这个互动之前呢 这可以讲是整个环境跟作者之间的互动 才会产生作品 所以基本上应该这么说 是没有绝对客观 跟没有绝对主观的一个状态 无论从创作的角度 无论从这个作品的角度 无论从最后评选的角度 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这个刚才林康兄所说的 像问题分类不严谨的问题 那问题分类不严谨 这个是事实 事实上主题分类也不严谨 而更严格来说 实际上是没有一样东西 是可以非常的严谨的分类 因为毕竟文艺或者文学创作 它不是科学试验 科学试验一加一等于二 文体并不是说写一千字 一定多过比五百字好 所以这是一个主观跟客观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是在人类 无论在生活上 在创作上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不可或切的因素 所以这个主观因素跟客观之间 没有绝对的主观 也没有绝对的客观 所有的一些状态都在主客观之间 在交互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 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模糊度 当然偶尔也会有清晰度 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看 不过即使看到了清楚的清晰 而不会是绝对的清晰 所以就像我们历代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评价在古代评价很好的 可能到了后来评价会出现变化 以此类推 古代并不入眼的 这个在后来评价很高 这个现象 像我们现在的四大小说 在当时那个年代 必然都是属于一些 甚至有一些属于被净毁小 销毁净毁的小说 现在被捧在殿堂之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 评价也是移动的 同样的都在移动的 所以正如我觉得 整个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评选的选集来说 真的就像四人熊一开始说的 它都是一个驿站 在某一个阅读里程过程中的 一个驿站 在这个驿站所呈现出来的风景 它是整个里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可是它不能够代表整个里程 可是整个里程就不能没有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每个人到了驿站的心情 跟所靠的反应到的风 即使看到同样的风景 他的心情会不一样 这里面具有 风景本身可能是客观的 可是对于这个旅人 所看到的这个风景的感受 那个是主观的 所以主观跟客观交互 就构成了一个 你可以说是模糊度 不过这个模糊度又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以总结来说 这五本选集 可以的确是呈现出五种不同的分度 从这个角度 不同的五种不同的风景 可以这么说 那么也可以说 第一个文学 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新华文学 所新华文学一开始所说的 所呈现出的多元性 那这个多元性实际上也使到新华文学 呈现出一个丰富的一个状态 一个丰饶的状态 那这个丰饶状态到底是非常有营养呢 还是没有营养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可以做深入的分析 不过这也就是 我觉得文学艺术这方面最大的特点 它不像是科学 它不像是这样的一个 一就是一二 所以我觉得东西到了非常清楚的状态 是很重要 不过呢 世界上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也很重要 因为这两者之间模糊 有大量的想象空间 而想象空间 实际上是文学艺术 在创作跟欣赏过程里面 也就是四人兄所说的 这个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这个过程中 就必须要靠想象 除了感受之外 还有想象 没有想象的话呢 单纯的感受 那就是很直接的 而且这个 直接呢 它就没有延伸 是延伸的空间 而想象必须建立在模糊度的基础上 模糊才有想象的空间 有想象的空间 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发展 各种各样延伸的可能 这个整个文学作品 或者整个创作过程 它的这个延伸度 它的里面的含的这个丰富度 就会增加 它的文选的厚度 就会增加 这个也就是 我是个人解的 这是文学创作的 你也可以说是乐趣 也可以说它的价值所在 同样的文选 也要从这个角度 年度文选 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很有意义 你也可以说它没有意义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生死的存在 它滴滴切切反映出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这段里程过程中 这个部分 那么从主编 这个文艺层的编辑 所设定的范畴里面 主编所看到的风景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个看到的风景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主编所选出来 所摘取的风景里面 读者所看到的 认为是认同还是不认同 还是由此产生 更大的想象 文选的价值是所在 这是我的意见 谢谢 好 谢谢南法的发言 因为都提到文艺层编辑 所以文艺层编辑要 做一下回应 其实不管是文学编辑 反正只要是在 主编一些文类 或者主编一些刊物 都有编辑的 个人的局限 所以编辑都希望在自己主观的意思上 做得更客观 但是还是有它局部的局限 这个是所谓的先天性的缺点 不过很快的也许就会换文艺层编辑也说不定了 因为我也变得蛮久了 还有另外另外就是提到的 另外提到的说文艺层 南法提到文艺层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选其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作品进来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但是就目前的各方面的条件 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新加坡博文学的文学 因为想说要到达那一步 我觉得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蛮远的 所以我们还是先目前先把就是文艺层的做得很稳定之后 能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才做那样的尝试 现在已经来到8点48分了 所以这里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线上的读者留言 他说想听各位主编说 从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角度 你认为这本文集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 所以编辑们要不要提一下 我们从左上角先说好不好 老师们先说 OK 我先讲一点意见 这个问题其实是常常会在编一个文选的时候 会被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本文选编出来到底都有代表性 坦白说我从 不管从一个作者 一个编者 或者是一个读者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代表性的这个概念呢 也许不用那么去战意 很难说有一个人 具有这么大的一种权利 或者是影响力 可以说我写出来的一个作品 或者我编出来的一本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而当我们提到代表性这个概念的时候 也往往会是一个排挤的过程 也就是说选进了一个一篇作品 一定会在过程当中遗漏掉一些其他的作家 而另外一个人如果是当主编的话 也许他会因为他的这个品位 因为他的一个审美观 因为他的一种思想意识 他可能会把这一篇选进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讲说有任何一个东西 是能够说有一个代表性的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让他展现一种更多元性的一个面貌 也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的人 选出不同的这个选题 不同的机构去选 不同的这个可能是甚至是个人 去编选这个选题 可以在传统媒体上选 可以是出版成资本书 也可以是网上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新媒体的网上 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活动正在进行 只是说我们可以 我们要怎么去看到这种 编选的工作在进行 怎么去面对它 怎么去看到它的意义在哪里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 作为这个报业控股的这个华文报集团 具有一种想要说 从这个报业控股 华文媒体集团的一个立场来说 因为这个华文媒体集团 就是现在在新加坡最大的一个 跟华文相关 华文文化产业相关的 最有力量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集团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想要编一本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选题 或者说产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文化产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要 并不是说一本选题 或者是一个主编 就能够做出一个具有 所谓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来 可能还有很多 像我刚才所说的 许许多其他的层面 必须要考虑到 其他的主编 还有没有人要针对 这一个文学 对新华文学的代表性 有多少要提出意见 还有其他主编 有吗 我是新年 新年 我过七十多年 都是作为读者 或者作为一位所谓的 做人来看事情 其实新加坡的定期 跟不停定期的文学刊物 有超过十种 所以你说要编一本文学 同时涵盖这些不同的企业 是个工程浩大 那么是否谁来负担 这样的能力财力跟物力的东西 这是一个考量点 那以我个人的阅读的经验 跟感觉 大概文艺层 在过期的一段这些里面 他能够吸引蛮多好的作品 在他的名字上发表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 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作为编者 碰到困扰 就是好的文章太多了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文艺层会吸引这么多好的作品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有发表费 所以编程有更好的作品 更愿意来到这样的一个研究里面 其他一些比较类似同文杂志的话 作品撑测不清 又很好作品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 不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都有 我想要作为一部 这个所谓好的代表性作品 首先从组编开始吧 我认为只要我在我的一个戏文讲到 只要我们能够用心的严谨的编写的话 作品的质量有一定的控制的话 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这些里面 会受到一些海外海内外的一些随着 一些研究者观点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组编的一些文学问题 南话讲的非常完整 好像没有可以补充的 不过我站在一个编程的表度来看 其实文艺层的组编 是前期的一个制作 我们文显的组编是后期制作 所以大家互相亲自跟互相的一个 一个一个所谓的配合的这个角度 所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其实我的我的办法是 我帮你们先淘汰第一轮 然后你们再做精选 原本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文艺层有声音 阿姨每个礼拜要处凉法 等等各种因素一些 那种所以你的水准难免会参差不齐 所以变成就我们需要有一个 更好的人来精选 是文艺层刊登的作品 变成我只是做一个初选 没有原本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针对刚才那个所谓 到底文学 这本文艺层文学 在新加坡华文学的 那个有多大代表性 大家还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 好 南话请南话说一说 OK 快快两句话 因为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就是代表性的问题 实际上是没有绝对的代表性 只能够是相对的代表性 那么例如诺贝尔文学奖 它是不是代表 真正的世界级的文学奖 实际上还是蛮多争议的 大家都看得到 当然相对而言 它的确是代表一个 世界级的文学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任何文选所能够做的代表性 就是在某一个情况下 某一些条件下的代表性 以文艺层选机来说 这五本文选所能够代表的 滴滴确确它是新加坡 当下文学创作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面向 它未必能够代表 全部的新华文学 当下的新华文学 不过它能够代表 当下新华文学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面向 肯定的 是经得及考验的 那么至于这个代表性 有多强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里面的大部分的作者 滴滴确确反映出了 当下新华文学 创作的一些特点 所以这个特点 当然我们可以详细再讨论 不过今天是不可能 不过总的而言 它滴滴确确当得起 当下的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这个你可以说是高 可以说是低 不过我个人认为并不低 不过不管怎么样像 即使是低的 也是代表了当下新华文学 创作的水平 那这点就是 我觉得它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或者相当重要的代表性 而从这一点 它代表了 它应该代表的这个层次 我觉得这是不用质疑的 谢谢 好 谢谢南萨 因为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所以我们借座一下 看第一个问题 就有读者问说 五年来有没有发现 文艺成的作者 在某一些特在某个特定时期 集体或集体对某个议题 或者某种文学 创作观 做过常识成为现象 主要是成为现象 它这个是一个常句 有没有谁要回应的吗 我说两句话 好 你唱情 就我的观察 这种提出某一个方向的做法 在早年经常有 在早年经常有 后来渐渐的就很早就看到有类似的做法 或者甚至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常识 我想这个是跟整个时代变迁 跟观念的变迁有关系 过去很容易相信某一种权威 那么相信某一种观念 只有这个才对 不是这个就不行 那么现在在讲究多元的包容的股市价值下面 那么渐渐人们比较从上的是 个人的这个思考的多元 个人这个发言的这个进步 不同声音的这个众生宣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想很少人会想到说 我提出某一个主张 然后希望这个升高于乎 所有的人来讲应 我就说到这边 好的 谢谢林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不在结束之前 我想讲的说 因为四五周年 我想讲一下说 我们这文学现象 这五年来不是说没有碰到困难 但这就是因为我老板一直坚持 所以每一年才可以独习出版 我老板就是早报副刊 副总编副刊主任和文言小姐 所以文言加油 我又害你了 我们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 也谢谢所有的嘉宾 还有谢谢我们幕后的同事 宣宣在这里 大家晚安 也祝大家开灾节快乐 谢谢 拜拜 谢谢 哇 还没有纠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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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